Hello 我是遺憾 今天繼續來挑戰神器空島 在空島上吃慣了大魚大肉 每天吃雞腿烤雞什麼的 想來點素食都不行 還好上次找到了米飯 四丸香噴噴的米飯 真的是讓人垂顏三尺啊 吃飽喝足該上路了 就在剛剛小葉海無意中 發現了一座神樹島 位於食物和五行山中間 來到神樹島 這四周全都是白羊木 怎麼這個白羊木體積如此龐大 莫非樹上有寶 嘻嘻 登上去一看 還真的有寶箱 那一把神鏟他還有地心快快呢 既然拿到了神鏟 那下一步單是要去挑戰BOSS啦 放好旁邊周圍一座冰島 冰島刀主寒冰戰士 可是你遇到我小遺憾算倒霉了 看我不燒死你 沒想到他往我身上扔雪球 好疼哦等等 但是我有血神我怕誰 三娘家就把寶冰戰士打倒了 嘿 還掉落了一把法杖 寶冰法杖 寶冰法杖 寶冰法杖是可以召喚寶守衛的 或許試著怎麼召喚了一群老奶奶呢 這攻擊力二十也太弱了吧 回家休息一下 明天一口氣打敗所有BOSS 早上醒來心情美美的 今天的目標呢 是打敗剩下的三位BOSS 出發 先是來到了妖王島 大伯多說上來就是給你一刀 可是為什麼都不攻擊我咯 難道是被這地獄寶劍給震懾到了 大小說放過小弟再也不敢做壞事了 咳咳 那時候可以將你身上的神器交出來 不然待會有你好看的 別再打我的大小 我給你我給你 哼哼哼哼哼 成功拿到了妖王獸剪 可謂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啊 來到武林島 這個已經活了一千多年的武林王 可是今天還是會混歸於我小憶寒手上的 先試一下我的寒冰法杖 出來吧我的寒冰守衛給我上 咦 你們怎麼不上啊 騰騰 主人 我們打不過他 您加油啊 關鍵時候還是要靠自己啊 還好我的法器厲害 不然就狗蛋了 OK 成功擊敗武林王獸獲武林聖劍 下一個目標要帶來是去那座神秘的金字塔 來到金字塔 沒想到法老王比之前的BOSS還要弱呢 輕輕鬆鬆拿到了我的妖王獸剪 兩三下就帶走了 石獲法老戶上也是可以召喚守護者的 結果召喚了一群來跳廣場舞的爺爺奶奶 登上神樹一眼望去 所有島嶼進一收眼底 看啊 這裡都是我小遺憾打下了江山 剩下最後兩站了 收集所有結晶來到地獄島 作者將框架都給我打好了 那我可就不客氣啦 OK 召喚地心神送門 看 長年來被各種玩家欺負的巨龍 那麼就看我的電磁槍 打不到我 迷你大陸又丟了一條巨龍屍體 成功擊殺巨龍BOSS 最後乘勝追擊回到地表世界 立馬前往門野心 沒想到火箭島藏著這麼多的鑽石 虧了虧了 最後才發現 不過問題不大 問題來到了門野心了 四周沒有叮叮咚咚 出來吧 史巨人 隻劍在方圓樹百里瞬間變黑暗 出來了 出來了 拿起我的金箍棒 我砍 我砍 我砍死你 好痛喔 可我有血神 你是打不死我的 我奶 我奶 邊加血邊拿我的地獄寶箭砍你 終於砍死你了 沒想到今天只是個小BOSS 可是還有兩個小羅羅 我可不怕你們喔 看我的電磁槍 啾啾 我小燕 人稱迷你小槍王 可不是浪得心理一耀 老是丟冰彩的咚咚 丟炸彈的咚咚 靠著這無限回血裝置活了下來 剩下最後的胖然套 也是簡簡單單啊 先是要飛一天神爪 飛上雕像 後把我雕像 然後就拼命往私裡打 我打我打我打 最後還是被我打敗了吧 被我傷心在手 真的是小菜一碟 囉囉囉 小燕這期的空白生存就完美完結了 謝謝大家的觀看 我們下集再會喔 掰掰